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現在時間是11月12號 禮拜四號 目前的時間是10點01分 那今天稍微晚一點 因為早盤有做一筆單 我們待會來做說明 台股呢 今天的走勢呢 比較偏震盪了 因為今天早盤到目前為止來看 大張會維持平盤附近 可是你會發現到 下跌的加速呢 比上漲的加速還要來得多 那今天賣壓比較重一點 是負的78萬張 那台北股市呢 近期因為受到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整個指數一路衝高 再加上疫苗有成 所以指數呢 這段的期間裡面表現都不錯 但是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的就是說 昨天美國股市原本呢 從非電子類股的上漲 它現在呢 又移到什麼 像是屬於電子類股的一個上漲 所以呢 整個市場上面的輪動速度 它已經開始加快了 那如果說當你輪動速度一加快的話 就是會造成說有的漲 有的跌 所以這會對指數呢 會有一些比較屬於那種 忽漲忽跌的一個效應 所以呢 台北股市我們這幾天 在跟各位做說明的時候 我們說過 台股在這段的期間裡面 我們就先看區間 先看區間 而且這個區間盤 我認為到下個禮拜三左右這個時間 因為下禮拜三是期貨結算了 所以呢 在下禮拜三期貨結算的時候呢 它都還有機會有做撐盤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外資期貨的倉位目前在34000口左右 除非說這兩天它快速縮減到3萬口之下 否則它維持在3萬2以上的話 這地方都會有些撐盤的一個效應在 那當然如果說能夠站上4萬口 那當然是下禮拜三拉高啦 不過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 那我今天的測標寫的是說 在下週的時候呢 要預防做投 因為這個時間點 我們要把整個大盤的重點 放在下個禮拜三期貨結算完之後 因為如果說外資的期貨倉位呢 這個地方的增幅不大 那甚至於呢 它的新倉呢 是落在3萬2千口之下的話 可能台北股市在這個區間盤局的時候呢 如果說它的倉位不多的話 可能就會有壓回 所以呢 這裡呢 要預防什麼 下週呢 會不會出現那種座頭的一個跡象 這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因為指數在偏震盪 那我覺得 這地方我們就是區間座 像今天早盤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先做了一筆單子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早上9點21分 我今天我們的會員在13295附近 這地方放空 那24分來到13300 就來到我們的放空區 那今天早盤去放空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 指數呢 在前半場的時候呢 這地方啊 先做壓回 先做壓回 那今天壓回下來之後呢 這個幅度呢 其實還可以啦 因為我們在那個13250附近 我們這地方建議回補 所以最低有來到13242 所以如果你從時間點來看 我們跟你講的操作呢 你都做得到 所以今天這樣子一跌下來 差不多有超過50點左右的一個空間 所以呢 我們就先穩穩當當的 先賺它這一段 因為目前的盤勢呢 今天的盤勢看起來 還是比較偏有壓力 但是我倒認為了 因為今天這種盤勢啊 應該還是先把它看作一個比較 整理的一個盤局 所以呢 我們就是一段一段的 我們慢慢的來做 那可是呢 到這個時間點呢 可能台股會比較偏區間 那下個禮拜呢 還有一些 要看整個外資倉位的變化 才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 所以我覺得這個盤勢呢 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它只能偏向什麼 比較偏個股表現 但是這個個股表現就很討厭啦 如果說今天漲什麼 去追什麼 那就很麻煩了 像前兩天呢 去漲到一些 航運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電子類股 這些類型的個股 你一去追 那結果呢 又出現套牢 但是呢 最近在電子類股裡面 反而出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說 漲多的股票呢 我們要預防什麼 它會不會出現補跌 你看今天的帽底 就很清楚了 從之前10月份以來到現在為止 你去做的 到現在為止呢 幾乎都是套牢的 像這些太陽能相關的個股 近期呢 反而是 在這一波啊 目前看到是比較屬於那種 偏拉回的走勢呢 是比較多啦 像3686的達能 這類型的個股也是一樣 近期都是比較偏盤頭 那當然呢 因為疫苗出來之後呢 對於整個生計的類股呢 反而這地方啊 會比較麻煩 因為有些個股在這個時間點呢 它一直呢 都在偏向一個比較弱底 就是 就是破底的一個現象 像今天整個台康生呢 在這地方呢 又在創 波段以來的低點 其他補跌的個股 像1325的恆大啦 這類型 或者是9103的 像美德E亞 這類型的個股呢 目前危機都沒有解除 都沒有解除 所以這都千萬不要去爆 不要去拆底 那在電子類股方面呢 同樣的 如果你融資比較高 或者是股價比較偏盤整的格局呢 股票呢 要預防它出現什麼 做頭的跡象 像近期4966的普瑞 就是橫在這裡 然後呢 除了這些個股之外 你們發現到 像有些高價股 像6415的系列 你看齁 在這兩天啊 這幾天啊 跌得非常的快 所以呢 這些個股千萬不可以用 追的方式呢 去做一個操作 那其他個股呢 像是翔碩啦 這類型的個股也是一樣 融資高的股票呢 反而這地方都得不到好處 那到底該怎麼做呢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 有跟各位提示過 我們要操作的個股 會去找一些 比較具有基本面的操作 比方說 像之前我們跟各位講過 信倉店 這兩天都在創新高嘛 所以你買在低檔 其實在這地方啊 你沒有追高的疑慮 那接下來這個盤 我們說過 未來還是比較偏震盪 那真正台北股市 會不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要去看到下個禮拜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盤勢呢 在這裡呢 我們還是先去掌握一些在低檔 而且有基本面的股票 因為 它會比較屬於偏逆市 而且資金啊 就算有些股票呢 高檔跌下來 那那些資金 他一定還要去找股票嘛 他會去找什麼 就是找一些 基本面低估的個股 所以呢 近期我們有跟各位說過 我們建議你 去掌握一些還在低檔的股票 尤其像那個營收啊 創歷史新高 那這類型的個股都還沒有 出現一個明顯上漲之前 它還在底部 所以到最後會有資金聚集 它反而會有逆市上工的一個機會 這是我們的觀念 那我是建議各位 持股的操作呢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就像我們跟他說的 我們會員大賬 就只有兩檔左右的股票了 所以不會太多 那在指數的部分呢 我們就盡量去掌握這個 區間的一個操作 我們就穩穩當當的做 盡量呢 減少失誤 然後呢 多點獲利 那目前呢 我們的獲利的空間呢 一直在累積當中 那如果說你在整個操作裡面 沒有辦法掌握這個 排面的一個賣動的話 不管是股票或期貨 很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好不好 詳細的解說 我們一點鐘再見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一點見 拜拜